《大學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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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上了六年的小學 畢業之後就出門打工了 我日常工作就是 比方說我到堂裡之後 我們衣服是在做的一件流 我要先把火給他們排好 然後教他們怎麼做 做好之後呢 我就尋查一下做得好不好 如果他們有問題了 即時喊我問一下 因為我都在那個手上不會走開 我在做員工代表之前 我這個性格不好 比較暴躁一點 容易很喜歡打架的那一種 做了這個之後 脾氣好像改了很多 比方說 沒參加這個微項目的時候 我們低層的人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法 沒有一個很好的渠道傳到上面去 然後加了這個項目之後呢 我們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做法 不同的給他們 不同的意見 提供給他們 然後這個我感覺是很好的 對我人生改變很大的 我學了這個微項目之後 我就利用了它 對待我們組上的每個人的方法來處理 每年下來的話 我感覺我們這個組的產值是很高 員工流失率也很低 這是對我一種自豪感吧 我在這個項目學的呢 只能說一個對自己的小孩的教育方面 我們只能說以身作則的去做 讓他去學 我的願望就是能夠和家裡的人在一起 開開心心地救回來 我以前從來沒想過 比方說有這麼漂亮的老婆 或這麼可愛的女 但是我還有一個兒子 然後又有一個這麼溫馨的一個家 這一切的話 感到我非常幸福的一種感覺 在我身上的生命中 尤其是我們和家裡的人 尤其是你有六個兒子 尤其是你 你如何當初的感覺 會當初的感覺 需要內容ة 你覺得到了